男人在矿场里挖到一块拥有超能力的神秘宝石 他本以为将东西交给上司可以换点宁中奖 谁料竟直接被扔了下去领了盒饭 一旁的男孩亚当看到这一幕后极为愤怒 他随即从这个黑公头手中抢走了宝石 站在宫矿的高处摆出特有的首饰号召着奴隶们反抗 正在做苦力的奴隶们也纷纷摆出首饰加入其中 而作为坎达克王朝的国王阿克敦王 绝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随即下令逮捕了亚当 而就在柜子手即将杀掉亚当之计 亚当突然不见了 接着被传送到了一个神秘空间 只见周围站着六个手持魔法棒的神秘人 原来他们是地球的魔法守护者 被亚当的英勇行为所感动 为了维护地球的和平与自由 他们将六神之力传送给了男孩 而国王之所以动用全国之力寻找永恒石 目的是为了用他打造出沙巴克王冠 以获得上古六大恶魔的力量 从而统治全世界 转眼间 眼看国王的沙巴克王冠已经打造完成 就在这时 那个获得六神之力的男人出现了 只见他浑身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分析而来 周围的一切瞬间崩塌 彻底终结了暴君的黑暗的困执 而作为救世主亚当和那顶恶魔般的王冠 也一同被埋葬了起来 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救世主 为他助立了一座雕像 并起名叫捍卫者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5000年后的现代 当地并没有因为暴君的消失而变得和平自由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近几十年当地一直被一个自称为国际帮的组织控制着 百姓过得苦不堪言 为了消灭国际帮组织 女主根据传说来到了亚当当年被掩埋的地方 试图将其唤醒再次拯救坎达克 他们根据上面的文字 确定了这里就是已经消失了5000年的亚当的位置 接着他们又在头顶的上方发现了传说中的沙巴克王冠 女主连忙爬了上去 而就在他拿到王冠准备离开之际 国际帮的雇佣兵却在此刻闯了进来 他们威胁女主交出王冠 为了队友不被伤害 女主只好束手就擒 将王冠交给了他们 恰巧女主正好摊坐在刚才亚当的那块碑纹上 他无意识地将地上的咒语念了出来 只见一道闪电过后 那个神一样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消失了5000年的亚当 一个士兵不知死活进上去查看 而下一秒就直接被亚当徒手掐住 瞬间被烧成了一堆骨头架子 周围的雇佣兵也被吓得不起 连忙朝着亚当就是疯狂扫射 不料这根本伤不了他 甚至徒手接住了对方的子弹 接着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这些小喽啰 然后就朝着外面飞去了 而女主也趁机带着王冠连忙撤离了这里 但巨大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更多的不容易 二话不说就朝着他发射出了一枚导弹 然而下一秒亚当就飞到了他们面前 毕竟他拥有着雷神般的雷霆之力 超人般的速度 绿巨人的力量 甚至还可以徒手接住导弹 人类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 各种导弹火箭炮都被他一一催 在解决这以后 就在他准备问女人是谁唤醒的自己时 背后一个导弹突然奔袭而来 不料这次亚当竟然被导弹所伤 原来亚当虽然不怕任何武器 但唯独永恒时所创造的武器是他的克星 亚当还想一飞冲天离开这里 但由于他刚苏醒没多久 体力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结果直接晕厥了过去 与此同时 亚当这么大的阵仗也惊动了正义协会 这是一个由各路超级英雄组成的组织 时间线上出现得比正义联盟还早 他们有预测未来的命运模式 能够飞翔的英霞 如蚁人般可以变大的原子粉碎者 还有能控制风能的炫风 他们试图去阻止亚当的进一步破坏 而亚当这边 等他醒来 已经身处女主的家中 只是这家伙总喜欢穿墙而舞 这把几人都看猛逼了 动不动就搞点小破坏 毕竟沉睡了五千年 对周围的一切还很是陌生 女主告诉他 之所以将你释放出来 是期望能够像五千年前那样来解放砍大克 但面对女人的请求 亚当对此并不感兴趣 似乎心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可当他飞到室外 看到曾经的人们为了纪念亚当而助力的英雄雕像 内心开始有所动摇 女人的儿子看着亚当 竟举起双手 摆起了那曾经象征自由的手势 不料这一举动被一旁国际帮的雇佣兵看到了 直接将他扑倒盖地 此时女人也赶了过来试图阻止 但很快被雇佣兵认出 他就是那个偷取了王冠的人 眼看形势不对 两人撒腿就跑 但还是被对方抓住了 危急时刻 亚当及时出现了 其余的雇佣兵还想围攻亚当 但这对他来说就是挠痒的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这些人 这是远处的一个狙击手还想偷袭 结果直接被亚当带到了当场 而此时正义协会也驾驶飞机打过来 亚当就这样当着他们的面将雇佣兵扔了下去 不料以所谓正义化身的阴侠 竟直接飞了出去就下了反派雇佣兵 当地的群众看到后 也是对此嗤之以鼻 因为在正义协会看来 所有事情应该按规章办事 不能直接暴力解决 好在亚当及时出现 一个雷霆之力再次将对方干掉 就在这时 命运博士也赶过来 甚至威胁亚当束手就擒 双方也隐隐念过 一场大战在索南里 亚当随即释放出雷霆之力困住了 命运博士眼看打不过对方 释放出了如奇异博士类似的幻术 将亚当困在了幻境中 丁霞则瞅准时机冲了过来 将亚当击倒在了地面上 接着又甩出一个狼牙棒砸了过来 结果还没等丁霞反过来 就被亚当的一个雷霆之力击到了 接着又一个指出云霄 直接将鹰霞拽到半空中吊打 眼看形势不妙 一个身着绿色的女人 搜得一下从天而降 地面上瞬间就刮起了绿色龙九风 它就是传说中的旋风 其战斗力也不容想去 只见在它的操作下 一根根铁棒就像弓箭一样 朝着亚当射去 它试图用铁棍将亚当给困住 但它还是小瞧亚当 这时更为强大的命运博士 再次加入战斗 从天而降朝着亚当砸去 死死地将亚当给困住 接着他又通过幻术 变身出多个分身 试图再次控制住亚当 鹰霞瞅准时机再次起来 旋风也前来夹击 但结果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亚当 全身散发出雷霆之力 可就在这时 罗奥特曼大小的原子粉碎者 突然同背后一群 直接将亚当碾压到地底下去 就在众人以为终于制服了亚当 地面突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电影 当地群众看到亚当打败了正义协会 也跟着荒呼乐曲 面对如此局面 正义协会也只好暂时离开 可正义协会又为何要如此对待 受万众追随的救世主 原来当年那个救世主男孩亚当 获得六神之力后 一路所向披靡 拯救了许多无辜百姓 可就在一次战斗中 亚当的母亲被士兵所杀 他的父亲也危在旦夕 为了拯救自己的父亲 救世主亚当将自己的六神之力传给 而救世主亚当也再次变成了普通人 可就在这时 士兵突然从背后袭击了救世主亚当 父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没了性命 心中爆发出强烈的怒火 而这种怒火在与六神之力冲击之下 大亚当开始黑化 变成了一个无人能敌的黑亚当 接着他来到国王的宫殿面前 心中的怒火也让他开始失望 体内爆发出强大的力 瞬间摧毁了整个王朝 也摧毁了整个国家 六大巫师看到后 为了避免让这种力量继续失控危害人间 便将黑亚当给封印了起来 所以人们口中的救世主 其实是这个亚当的 如今苏醒过来的他 根本不想当所谓的超级英雄 只是看谁不顺眼 就简单明了直接干掉 但在女主看来 就算当年犯下过错误 但以他现在的所作为 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就在这时 正义协会再次找到了亚当 他们试图用谈判的方式 劝说亚当接受投降 但在交谈中 双方再次争吵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女人接到了男孩打来的电话 原来国际帮的雇佣兵 闯到了女人的家中 试图从中抢走王冠 面对如此局面 亚当与正义协会 只得暂时放下争论 一同前去拯救男孩 眼看对方驾驶着飞行摩托 已经将男孩抓住 好在亚当及时飞了过来 雇佣兵看到后 直接将男孩扔了出去 亚当随即一个跳跃 抓住了男孩 接着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楼道里的雇佣兵 不料楼下的雇佣兵 又趁机将男孩再次抓走 亚当健壮 以极快的速度在后面追他 怎料对方派出 多个飞行摩托迷惑亚当 他抓了一个又一个 都不见男孩封印 他一路飞去 快速的飞行 都将亚当的头发摩擦掉了 直到飞到张家界 才算将对方的飞行器逼平 可当他打开摩托车一看 男孩并不在里面 告诉他自己可以通过 入侵对方大脑 获取男孩被抓到了神地 无功而返的亚当 最后只好先返回到了 你们家中 只是这回家方式有点特别 这时英霞抓了两个雇佣兵腿 本打算用温柔的方式 问出男孩的位置 结果亚当二话不说 就拽着两个人 飞到了万里高 两人被吓得 也只好说出了 男孩被关押的位置 但结果还是被亚当扔了下去 而英霞却将那两个雇佣兵 拯救了下来 面对亚当如此行径 英霞与亚当再次扭打在一起 可就在打斗的过程中 亚当的一技重拳 不慎打到柜子上 手掌竟冒出蓝色光芒 他们打开一开 原来男孩将王冠藏在了这里 随后几人带着王冠驾驶飞机 朝着目的地飞去 商量着在尽量不伤害 更多生命的前提下 拯救出男孩 结果还没等他们赶到 亚当就提前飞到了目的地 一瞬间的攻击 就将这些外围的士兵一一干掉 率先闯进了关押男孩的地方 为首的正是国际帮投着卷毛 怎料对方用永恒式建立了一道平仗 亚当根本无法冲击过去 而他的目的就是拿到那顶邪恶的王冠 女人为了拯救男孩 带着王冠来到了卷毛身边 这时卷毛告诉众人 自己就是五千年前坎达克国王的后裔 我要重新拿回属于我们家族的统治地位 但令人不解的是 卷毛依然没有放走男孩 而是说出了一句奇怪的话 甚至主动关闭了屏障 就在卷毛要开枪射杀男孩之际 亚当快速朝着卷毛冲来 并挡住了卷毛要杀害男孩的子 之后随着一股巨大门烂的爆发 整个基地变成一片废墟 卷毛也在这场爆炸中变成了灰烬 亚当在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帮助女人拯救了他儿子之后 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儿子 想起了5000年前因为自己的失控 导致许多无辜百姓丧命 他担心万一每一天再次失控 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 于是在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 亚当决定变回普通人 接受正义协会的关押 为了能够让亚当不再说出那句 恢复超能力的咒语 正义协会将他带到了 极寒之地的深海之处 死死地将其封闭在了密藏之中 很多拥有超级能力 但不是超级英雄的人都被关押在这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女人正仔细研究着 王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回想着卷毛临死之前 那句死乃相生之路 到底什么意思 这时他将王冠进行翻转后续发起 上面的咒语也赫然写着 死乃相生之路 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卷毛是故意让亚当杀掉自己 然后再利用王冠中的魔法 将自己带到地狱之中 他在这里才得以见到传说中的恶魔 随着一声咒语 卷毛获得了六大恶魔的力量 终极恶魔沙巴克就此诞生 带着来自地狱的 无人能及的利用 他到了我们之前 整个世间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话说此时的超人在哪里 正义协会的四人再次联合起来 进行翻转 旋风卷起龙卷风 鹰霞展开他那黄金翅膀 拿起狼牙棒 原子粉碎者变身奥特曼进行偷袭 几人连亚当都打得很是吃力 没有占据一点伤风 更别说面对更加强大的沙巴克 只见沙巴克一拳下去 就将鹰眼打飞了出去 再一巴掌捏住他的脑瓜子 仍非数百里之人 面对如此局面 命运博士深知 只有像预言中的那样 牺牲自己才可以挽救这一切 并用屏障拦住了其他几人 在与队友做了最后告别后 他戴上那黄金头盔 就朝着沙巴克飞去 只见命运博士 先用幻术宝剑击中了沙巴克 接着变身出多个分身 将对方围住 但一瞬间的功夫 就被沙巴克挣脱开 博士也深知 打不过如此强大的沙巴克 就在他与沙巴克纠缠过程中 博士利用超时空传送能力 连接到了被困在深海之中的亚当 并成功唤醒了他 如今也只有亚当有能力 可与之一战 接着博士又利用强大的精神力 打开了困住亚当的密封舱 最后博士利用最后的力量 为亚当的道来拖延时间 而自己也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接着沙巴克一把 将博士举起彻底引恨西北 最后化作一团黄金粉尘而去 等其他几人赶来 沙巴克已经坐在了王位上 接着朝着空中 喷射出强大而邪恶的力量 随着一声爆炸 无数来自地狱的恶魔军团爬了出来 开始在人间肆无忌惮地四处破坏 面对如此局面 男孩再次举起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势 他们带着心中的信仰 一起祈祷救世主亚当的道来 仿佛远处的亚当 在此刻感受到了人们的召唤 他突然从海面中苏醒过来 沙巴克看到人们的反抗后 气得他直接朝着亚当的雕像喷射住 眼看助力五千年的雕像即将倒塌 那个神一样的男人出现 接着一记重拳将沙巴克击倒在地 两大王者的对决就此展开 但面对极六大恶魔力量的沙巴克 亚当显然也有所招架不中 而就在沙巴克将精力都集中在亚当身上之急 鹰霞从背后用一根大铁管刺穿了沙巴克 却不料又遭到了沙巴克的反杀 结果却发现这只是鹰霞的幻影分身 原来是鹰霞趁机戴上了博士遗留的黄金头盔 接着他利用命运博士的分身法术 将沙巴克再次团团为主 一起合力将沙巴克抬到了王座之上 亚当则趁机从后方利用雷霆之力 紧紧抓住沙巴克的头领 向他体内输送着巨大的能量 接着又将他拽到半空中 一招手撕滚子 彻底解决了这个终极恶魔 世外的地狱军团也随之消失 地球再次恢复了和平 亚当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救主 一位别具一格的暗黑超级英雄也就此诞生 但在故事的最后 正义协会的幕后老大沃勒又出来搞事情 警告他要想不被再次关进阶影 旧老师永远在坎达克待着 甚至还将超人派了过来监管他 那么问题来了 超人和黑亚当谁更厉害呢 而为了对付黑亚当 巫师沙赞又找到了另一个15岁的男孩 将六神之力传递给了他 虽然从电影里黑亚当实力更强 但在设定上两人实力相当